大家好 今天又要分享生活中有趣的小玩意兒 現在不得了現在夜已深了 現在是2024年的10月26號 那現在幾點鐘了 我看一下幾點 現在快要12點了 晚上12點 在十幾分鐘就要進入10月27號 真的是夜已深 即將要凌晨了 今天是非常忙碌 而且我最近相當忙碌 其實我說實在今天這個包裹 這個包裹我一大早就收到了 一大早我早上大概7點多吧 出門去買咖啡 就到便利商店就領了這個包裹 那今天真的是太忙了 而且最近最近很多事情太多了 我就從早上吃完早餐 然後就一路坐在現在這個位置 處理好多事情 那直到現在 已經快要這個凌晨了 再來開這個箱 對那開完箱的時候 我就要睡覺了 那今天這個商品的話 它是很有趣的小玩意 真的很有趣 所以我才會想要趕在這個凌晨的時候 開完箱 迫不及待開箱才要睡覺 而且這個商品 它比較適合晚上開箱 那等一下你們看到商品 就知道為什麼我說 它是一個適合晚上開箱的商品 對好那我們適不遺失了 趕快來開啦 這個是我很喜歡的Vectorinus 瑞士刀的型號 它是Pioneer X 那它每年的話都有出限量款 年度限量 那它有一個很好的工具 叫這個Or 那它很適合開箱 這一個 這個錐子 它是很適合開箱 因為它有一邊有利刃 有開封的 對 然後非常的適合開箱 很好用的工具 這一個Or 對好 來那我們就打開了哈 來看看是什麼 這個包裝盒 大家有印象嗎 還有印象嗎 我上禮拜六 上禮拜六的早上 就開了這個盒子的箱 大家應該可以去看影片 上禮拜26號的上禮拜是19號 我看一下是這個 火槍手 南英奇火槍手 Figitoy 然後它有加特林 然後呢 有尾端的這個 音速 音速的拓展件 那這樣子整個是一套一組 三個 三個 一個主體再加兩個拓展件 前後有各一個拓展件 這樣是一個 一組 一套 那我今天開箱的這一個的話 它是什麼呢 它也是南英奇 然後它是剛剛這一個火槍手的 阮身兄弟 它是夜光火槍手 那它是夜光藍 夜光藍 那夜光藍我這一次拿到的編號是49號 7749 欸 Lucky7 感覺也不錯喔 然後它是火槍手的套裝 欸 蠻不錯的 相當不錯 相當不錯 好 那 我跟各位說明一下 這個 嗯 夜光火槍手 它是限量款 它總共出三個顏色 那這三個顏色的話 是綠色、藍色跟 橙色 橙色那有人講說它是紅色 對 那其中的話 綠色是限量100支 紅色限量120支 藍色限量最少 數量最少 它是80支 所以說 總共是300支 120加100再加80 對 那藍色的話也是最搶手的顏色 那現在不管是哪個顏色 三個顏色都已經銷售一空 其實我說實在話 這一個夜光火槍手的話 它價格蠻高的 那很多人會講 它是一個塑料 它是塑膠的 塑料款的 怎麼搞那麼貴啊 像這個好歹的話 它是不鏽鋼再加鈦 像這些黑色的部分是鈦 鈦是烤黑的 烤黑的鈦 好歹的話 這個金屬的手感 賣貴一點 還有道理 但是你這個塑料的 它這個夜光版的 賣的比剛剛那個套裝還貴 一般版的套裝還貴 那我們把它打開了 其實我說實在話 我買到這個藍色的 中間也經過了一波三折 因為它是限量款 所以說它非常非常的搶手 在全世界還有大陸的話 都在搶這一個藍色 那藍色它是數量最少 而且它其實夜光是最好看的 那我趕快把它拿出來 因為趕快吸收一下這個燈光的話 等一下才能夠展示夜光給大家看 好輕喔 好輕喔 真的好輕喔 不愧是塑料 不過我覺得它整個這個質感的話 也還不錯啦 因為它 它這個塑料的話是帶著 怎麼講它外面有點粗糙 手感有點粗糙 好 我先放旁邊讓它吸光 我等一下操作一下給大家看 比較一下一般版的跟塑料版的差別在哪裡 感覺OK的 好那我們介紹一下 既然是開箱 還是要介紹它的那一些 這個 喔 你的一些套件 還是要介紹一下 喔 這是什麼 Guy Sticker Guy Sticker 這什麼意思 它讓我可以去 這要做什麼呢 我不知道耶 看不看懂 然後它這是一個備用的彈簧跟這個珠子 那它的這個珠子的話 這應該是鉤 鉤的合金的珠子 那 它跟這個一般版所附的珠子不太一樣 一般版附的珠子 珠子是一個鉤的一個陶瓷 白色陶瓷 然後還有兩個彈簧 沒有錯 但是 這次 螢光版 夜光版的火槍手的話 是附兩個都是鉤的 然後 它有附一個棋子 那這個棋子的顏色也上面還寫南英棋 N-A-Y-I-C-I 南英棋 對 那 它附黑色的 那我一般版是拿到白色的 那它還有兩個這個除塵貼 我不知道這是要做什麼的 要包膜嗎 不清楚 然後 還有 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是我們這上面 這個是加特林 加特林的一個維修配件 維修配件 那這裡還有什麼 還有兩顆備用的螺絲 這是 這個 這個 這個叫什麼 拓展鍵 音速 音速拓展鍵的螺絲 因為它很輕 所以說 整個轉起來的手感不太一樣 相當不同 好 然後它還有貼紙 唉唷 我發現一件事 它還附給我兩支 兩支起子 我就說 我發現這兩支起子的size不一樣 這比較小 我不知道它是要修什麼地方的 它比較小 是要開這個 我知道了 因為我當時 我這個 一般版的時候 我的音速 上面這個音速拓展鍵 是另外獨立的商品 所以說它會帶一個起子 然後主體的話會帶一個起子 那這兩個起子size是不一樣的 這個大小 這個大小的號數是不一樣的 難怪它現在要放在一起 這樣懂了 好 那它這裡面的話 還有一個QC的合格證 對 然後還有一些貼紙 他們家的貼紙 對 好 這樣都是蠻好的 那還有一些 像備用的螺絲啊等等 那這盒子的話 就是一般難以起的盒子 好 好 那這個盒子的話 就都幾乎雷同了 編號49耶 哇 限量限量 太好了 好 那我說明一下 它跟一般版的話 最大差別就是重量嘛 然後另外一個差別是什麼 段數 大家這個推牌啊 你會發現它段數是幾段 四段 一二三四 哇天啊 我好喜歡這個版本喔 為什麼啊 為什麼我說好喜歡 因為它的感覺 手感是跟這個一般版的是不一樣的 一般版的話 它呈現出來的話當然是一種金屬的感覺 然後它很重很沉 那 嗯 可是我覺得推起來手感並不 並不算是 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是塑料的感覺 你說塑料好像很輕 然後很 很廉價嗎 沒有一點都不廉價 它的那個感覺 它是四段 四段的感覺 完全不一樣 手感完全不一樣 那當然有人說它會有點發色 我不否認 但是我覺得也還好 也還好 那只是說它這個金屬板的時候 它其實會有發黑 會發黑 應該是這個不鏽鋼 它有摩擦 或是說有點 氧化 造成黑色的痕跡 那像這個塑料板的話就不會 但是它這個四段的感覺非常好 四段的感覺非常好 而且它的聲音 因為我覺得它是因為空間的關係 它的這個聲音很 它有一種聲音放大的效果 你中間聽得到金屬聲 不錯 舒服 那這一般版的話 也不錯 就是一個手感是不一樣的 而且它帶給你的感受是不一樣的 好 那這個金屬板的話 它更有那種火槍手啊 的那種 更能夠呼應火槍手的那個 它名字的這種意境 因為它整個看起來外型也像火槍手 很像就是我們在步槍的拉栓 那它的話當然 因為它是塑料的嘛 你就比較不會有那種沉浸式的那種意象的感覺 但是你整個手感來講的時候 這個夜光版是比較好的 因為 確實我在拿到手之前的時候 很多的感受都只能用揣摩的 那我在 因為我在台灣嘛 所以說我拿到商品的時間 絕對會晚於中國大陸 因為要經過海運 要經過一些海關 然後再運送 那所以說 我很多在揣摩的時候的時候 我都只能夠用想像的 那真的拿到我手上的時候 這個感覺上 我覺得比我想像中還要好 主要是說 第一個是它的四段 這個四段的感覺很好 因為四段 而且它的聲音也不錯 你覺得說塑料它比較廉價嗎 我覺得也不會 它是另外一種感覺 然後它的那個聲音 回響比較飽滿 有那種空間共振的味道 空間共振的感覺 我們看一下它的加特磷 當然整個是塑料感的 塑料感的那種感覺 那只是說我不知道 這個手是不是要洗乾淨 塑料好像很會沾灰塵的感覺 我很喜歡它這個推的手感 它跟這個金屬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它這個金屬的為什麼不做四段 它這四段推起來就好棒 不知道什麼原因 為什麼它不做四段 當然我覺得兩段也不錯 只是沒有四段這比較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四段比較豐富一些 那我講一下這個上面加特磷的按的感覺 一般版的這一個金屬的加特磷按起來的按感比較好 那塑料的話我覺得比較硬 比較硬 它的按起來的那個沖層比較長 它的沖層比較短 我覺得它這個更有那種壓泡泡的感覺 那這個音速拓展鍵的話 因為我沒有裝它們釘釘包 所以說我沒有辦法改成段落的 但是我有買段落的 段落它因為是搭上雙十一的活動 那現在已經在路上了 我預計可能在禮拜二禮拜三 我就會拿到了 我再把它的這一個改裝鍵 裝上去給大家試試看 它就會變段落的 那整個我覺得還不錯 蠻好的喔 這裡是不是有一點點卡東西 這個真的是搶手啊 藍色的耶 那大家可能會想說奇怪 你這根本就沒藍色 這白色的 而且你還發現這邊其實也是一樣 有一個南銀旗的LOGO 大家看得到嗎 它有一個這樣的LOGO 在這個位置 很淺有沒有 還不錯啦 其實我覺得這個拿來手裡不錯 而且它現在已經上市大概一個 一兩個禮拜吧 那限量版的它現在已經是炒價了 已經是炒作的價錢了 來我們看看夜光的效果 特別 我剛是不是有提到說 這一個商品很適合在晚上開箱 這樣明白了 然後把燈關掉 它剛剛這樣吸收光線的話應該夠了 大家看到藍色嗎 藍色 好 很有趣啊 你看它說藍色的夜光火槍手 要到燈關掉你才知道它是藍色的 這樣對焦有沒有清楚啊 應該有吧 很好看吧 那它是一個它是特殊的螢光材料 所以說它吸光吸得很快 而且它放的螢光也會比一般的夜光的商品 還要來的亮 好這樣子 對 很不錯啦 很漂亮吧 我拍一張照片當封面好了 不知道系統會不會選到這張照片 這個畫面當封面 夜光的感覺 好來我們開燈了 所以說它只有藍色這一個版本 然後它是白色 但是關了燈以後才會透出藍色 那另外兩個像綠色的時候 開燈它也是綠色 那紅色的話就非常明顯的 紅色的開燈跟關燈的話幾乎是相同的 我很喜歡它 它這個四段的感覺好棒 好 而且它現在真的是 那我說一下 其實 它原價是1299 1299是什麼 人民幣喔 人民幣1299 那當然很多人會覺得說 你花在人民幣1299買一個玩具 好像很多錢 是啦 只有有時候我們消費的話 就看個人的喜好 每個人的價值觀 那如果有喜歡的人就覺得值得 那沒有喜歡的人的話 就覺得 哇 這個也是一筆大錢 那現在的話 它現在這個炒價非常高 那現在都有人夾價 四百五百六百 甚至有人拿那個特殊版的火槍手 然後再交換 夜光版 藍色的夜光版 特殊版的火槍手的話 都要到兩千六百塊 人民幣 要到一萬多 然後才差異兩個禮拜 所以說我也覺得蠻幸運的 有幸可以買到 藍色的限量版的夜光火槍手 限量80隻 編號49 那我們今天跟大家開箱 跟分享 藍色夜光火槍手 希望大家會喜歡 我們下次見